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本身是一位同性恋者 也是一位残葬者 今天我所定的孔同所 我所定的是 台湾立法院里面的立法委员 其中的唯一的身葬席 就是身葬立委杨玉欣 在这边我要呼吁杨玉欣 我认够了孔同所来锁定你 希望杨玉欣可以把我送给你的孔同所 到时送给你的钥匙来解开这个孔同所的部分 然后其实我这边也要呼吁杨玉欣立委就是 我们的一个除了一个无障碍 一些福利一个人生存钱之外 很重要的是 在同事圈里面有很多的身葬的同事朋友 各种类别的身葬同事朋友 即使目前有了办 但是我们还是不能进入一个婚姻的体制里面 这也是一个有障碍的环境 在法律上有障碍的环境 也希望杨玉欣立委勇敢的站出来 拿着把锁解开这个孔同所 继而来支持我们的同志婚姻的合法化的部分 在这边我正式的呼吁杨玉欣立委 可以站出来解开这个孔同所 谢谢 肚子里的孩子再过三个多月 就要来到这世界上 在这个时候我们心自问 我希望我的孩子面对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那么我会告诉我的孩子说 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一个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会 可是我们的婚姻权却一点都不平等 现在的法律已经剥夺了一群人的权益 婚姻平权对我来讲是一个法律议题 是一个人权的议题 结婚权是人民的基本权利 只要你是这个国家的人民 你都应该要享有了权利 基本人权本来就不应该是有 全民共识达到多少的百分比 这样的数字就决定 他本来就是是人就应该拥有了权利 有一天我的孩子他选择了婚姻 他选择跟他深爱的人相守一生 但是他却不能结婚 不能去享有在婚姻关系下的相关的权利 我要怎么告诉他 这一切只是因为你被歧视了 你被认为不配拥有这项人权 我该怎么样来告诉他呢 我不知道 而身为一个异性恋 我认为没有同性恋来反对我的婚姻 相对的 我们身为异性恋的 也不应该去反对同性恋 拥有结婚的权利 我是一个母亲 我支持婚姻平权 而我身边有许多跟我一样 具有母亲身份的朋友们 也支持婚姻平权 我们都不愿意孩子活在 有歧视眼光的社会之中 我们不会因为这个孩子的性倾向 去认为他不配享有基本人权 我在此郑重地呼吁各位立委 10月5号请拿着你们的平权药 打开这把孔统锁 对于这项平权法案正式的表态 否则我们这些母亲 是不会投下我们手中的这一票的 谢谢大家 我们同性恋就站在这边 非常非常多的同性恋 为了10月5号彩虹围城站出来 我们医生拿出他们诊所里的 听诊器还有针头 我们的珠宝商 用他的珠宝排列出105 我们的占星学家 用他占星的工具 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科技业的电脑工程师 拿出硬碟 在这一整个排105的文字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同性恋站出来 因为我们要10月围城 为什么要围城 因为台湾的立委还没有表态 要不要支持我们同志可以结婚 LGBT可以结婚的权力有这么难吗 在台湾我们宜兰目前只有一个民进党的立委 陈欧珀先生 这次我回宜兰募款 我募款的每一个朋友都把钱掏出来 为什么我们要锁定车祸 我们不知道他支不支持我们结婚 但是我们锁定他 田秋景立委也是我们宜兰人 我们不知道他支不支持 虽然我们认为他也很友善 所以我们锁定他 我们目前一口气至少锁定的酒位 板子上还不够 我们真的很希望立委小姐先生站出来 为什么不管是国民党还民进党 国民党的马英九总统 在我们第一届同志大游行的时候 他就说他赞成同志结婚 那你刚好是我主持的 蔡英文还有苏贞昌先生 他们都赞成多元成家 那么立委如果你们是某一党的 你们是国民两大党的 如果你们的党团的领导者都有概念 婚姻平权 为什么你们还没有 所以希望你们在10月5号 拿着你们的平权药 112把每个人都有一把 不要说你们没有拿到 站出来跟我们一起 希望你们创造历史 不要被历史的洪流抛弃了 拜托拜托 那因为我们知道目前立法院的席次 总共是112个席次 112个立委 那伴侣盟还有我们所有的 这些协办团体 组成的这个婚格线 我们共同的一个诉求跟目标 就是希望目前在立法院 司法法治委员会 等待被审议的婚姻平权法案 能够得到112席立委的讨论 以及支持 所以我们认为呢 在这一个重新将有机会 重新来这个就是 看待这个法案 审理这个法案的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也希望从一个没有预设立场 没有偏见的一个出发点出发 让所有的立委都能够明确的表态 促进国会理性的辩论 因为我们知道 油美女招委已经公开承诺 他将会在这个会期 排审就是婚姻平权的民法修正草案 所有的公民会跟我们一起锁定 112席的立委 因为我们希望支持我们的立委 不能够只是在保守的选票的压力下 就弃手了 废弃了 他们对于人权的承诺 谢谢 好 好 好 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